掌聲響起美墨加三國召開的北美領袖峰會正式登場 橫跨美墨之間的移民危機無疑是峰會重點 拜登也將在三月造訪加拿大 但他眼前恐怕還有燙手山芋比移民更棘手 拜登過去擔任副總統期間的私人辦公室 被爆出找到十份機密文件 文件內容與烏克蘭伊朗和英國相關 而且還是在2020大選前就找到 峰會上拜登終於首次回應 白宮也聲明文件找到第一時間就知會國家檔案館 似乎有意強調拜登不向前總統川普執法犯法 川普通常以超過百多數批判的 當問時被追求不輸入 總是被追求其他檔案 只被追求其他檔案 那時被追求其他檔案 他一直追求其他檔案 整個檔案 維持有即使犯法 總統川普有違法調查的法律 大選擇被違法調查的法律 那時已經沒出現 至今 消息足足過兩年多才爆出 也引人非議 隨著越多細節公布 民主黨是否還能繼續力挺 拜登要不要踏上2024選總統之路 恐怕還有得看 TVBS新聞綜合報導